不到称称被好汉 我的小家庭一家三口 老公是沙特人还比自己小九岁 我们要不停地穿梭于两国之间 这些信息组合在一起 就是一些普天盖地的 怜悯 同情 憎恨 不解 还有的就是我等 我等着看笑话 还有的会说有你最受 我来讲讲我怎么跟我老公认识的吧 他在中国上海读的本科 在他上学期间我就认识他了 就是从相识相知 相恋这整个的一个过程 我们用的唯一的语言就是中文 我们的婚姻在日常生活中 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不便呢 其实是有的 难道什么程度呢 我觉得还好吧 都是能解决的事情 就有点像一个上海女人 她嫁到北京去是一样的 城市和城市之间 但是需要坐高铁或者坐飞机 只不过我们这个飞机的时间 坐了有点久 九个小时起步 也就是睡一晚上的时间嘛 那么多觉得中国女人 嫁给老外吃亏的人 你再想想 大龙她像不像一个上门女婿 在中国待的时间那么久 对于两国文化的交流 多少也做了点贡献吧 这不 我带他们父亲俩去爬长城 四十多度啊 没有任何怨言 在感受北京长城之旅的过程当中 没有给到他们任何的特权 都给我坐大巴 老老实实跟大家伙一样 别人怎么去你就怎么去 而且还不允许他们走马逛花 必须给我爬 这种天气在北京 据说我们赶上了铁人三项 国旗长城故宫 我发自内心的觉得 对下一代的教育 一定是从民族文化和爱国情怀来的 你怎么说怎么讲 给他看什么图片 都不如直接带他去 我是真的没有体验过这么热的北京 在毫无遮挡的情况下 还得往上爬 没办法 只有这个时间我们都合适 大部分在国外生活的华人 其实他们都是欣系祖国 或是像我这样子 有涉外婚姻的家庭 也一定会把我们的祖国和美好 像另一般 一一介绍 也会让下一代继续传承我们的文化 我想不出有什么不好的 不到城城最好汉 这种天气爬移植长城已经很不容易了 陪我们爬完了以后过了三天 就带着阿拉伯青年大使团 再一次登上了长城 目前大东正在代表 沙特阿拉伯参加中华青年友好的大使项目 他们会沿着长城的路线 再次深入的了解更多中国的文化 祝他们一路顺风 散会 再次顺便宜 再次顺便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